我雲端白板一樣,第一個單元 我會把我每次上課的公式 或者是程式都會放在雲端 就這裡,選課資料把它打開 然後呢,我們剛剛做的練習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在下方這邊 等於是往下捲動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叫增加 甲乙班欄位的這個 公式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假設你公式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可以參考 最好是可以自己很順的打 那你不要卡卡的打,你要很順,很順就是很熟練 盡量熟練之後以後遇到問題,馬上可以解決 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因為我這學期我是希望與時俱慶 因為現在最夯的就是AI,你會發現 台灣受到AI的 這個真的是太大的幫助了 為什麼?因為AI的這個效應 讓整個台灣的經濟 其實變得其實不差 當然呢,少數人 因為很多做半導體業的 像台積電 那是算吧 工程師其實收入蠻好的 其他人其實不見得太好 可是我至少覺得說 台灣能夠跟得上時代的潮流 所以我是覺得 將來你們畢業之後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懂不懂AI 那AI要懂哪些方案 第一個,你要會用AI OK 那比如說以我們 這個 課程裡面 哪些地方可以用到AI 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可以讓AI 幫你產生公式 像剛剛那個公式你不會寫對不對 沒關係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透過什麼 當然不見得一定是Charge GPT 我覺得像Google的Gemmine 這個 其實也 還不錯 所以我現在習慣是兩邊都把它踹一下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再結合AI進來 也就是說 如何利用AI 幫你生成 公式 跟 程式 OK 之前的話 沒有AI的時代 真的什麼事都做不到 你就是一定要硬著頭皮把它學會 但是現在有AI我覺得 其實你不會沒關係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AI怎麼幫你產生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開了一扇窗 感覺就跟 以前 你不會用網絡 像老一輩不用網絡 你會發現 很多地方真的沒辦法做到 但是因為 有網絡其實方便很多 當然 平心而論 沒有網絡真的不行 你出門沒有網絡 好像什麼事都不能做 有沒有 所以 現在人對於 手機 網絡的 依賴度 其實非常高 同樣的 我在猜想 因為網絡什麼時候興起 大概距離現在 差不多 網絡泡沫 大概1999年吧 距離大概25年前 也就是說 網絡新起 造成一個新的一波浪潮 那下一波像AI浪潮 如果這樣推算下來 如果假設 再過個20年 你會發現 AI的應用面 現在無法估算 為什麼 因為像那個 1990年那時候 不只喔 應該 不 更正一下 應該網絡新起應該是1985年 OK 還更早了 所以你會發現眼鏡 還不斷往前推進 那接下來待會 我們要請各位 做一些AI方面的練習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而且我覺得你今天要善用 比如說 請各位 第一個 先幫我把A班這個 這個工作表 旁邊 B班不管 A班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就拖拉 按住滑手的左鍵 拖拉到最右邊之後 然後按下Ctrl鍵 按住它會出現一個加號 你再把左鍵放開 好 這樣的話就會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A班 請你把A班刮 我們這邊 把它改成就是 叫AI 而且這個地方 我們用AI產生的 意思就是說 請你把這邊的公式全部清掉 這個其實也可以再加進來 這個部分也可以再加一下 這個我就不做了 這個以班的部分也可以把它清掉 好 那比如說我們有四個問題 我們就之前我們是透過 我們 學習 如何使用函數 產生公式 那假如說我們換一個方向 如果我今天完全不會 任何公式 那我希望呢 請 什麼呢 那個 ChargeBT 請你幫我怎麼樣 幫我 把那個 公式給寫出來的話 那請問一下 他們這個能力 其實是有的 只是說了我發現現在 很多人 知道說他能做 但是每次一問 就是 怎麼問好像 他就是給你的答案就是錯誤的 那到底哪些地方你要特別小心 OK 你要怎麼敘述 讓他 聽得懂你的話 那這個時候其實比較 比較 重要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第一個 先 把那個 ChargeBT打開 ChargeBT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當然Google的話你打一個 GPT GPT 有沒有 Enter 第一個就是了 有沒有 ChargeBT 這個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先登入Google帳號 然後直接通過Google帳號 直接進來 我剛剛已經登過了 所以呢 直接先進到ChargeBT之後 你接下來就是把你的問題打在這邊 然後告訴他 你要產生什麼 請你幫我產生公式 那理論上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你這樣看好了 比如說我的問題你可以把它先 這個視窗先切到這邊好了 我的問題我看得到 那問題的話當然 要怎麼敘述比較簡單 我剛剛是有試著把它輸入 好像答案說 一模一樣沒問題 那其實你也不用太鑽牛角尖 其實 要敘述讓他知道 你就平鋪直序好了 比如說你可以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寫一個 什麼呢 Excel的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就是 將 B2的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所以你要靠他 B2 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而且這個儲存格的資料把它貼過來 貼到哪裡呢 我的習慣 就是前後加雙 跟他講 這個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幫我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教育系 不過我是用這個啦 因為這個第一個不是科系啦 不過其實也不影響 反正你就給他一個文字 跟他講說你要取出的文字是哪一個 然後並且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大概就這樣 所以因為這個字蠻多 我剛剛已經先打了 然後把它直接輸入到哪裡 輸入到底下這個 Charge VT上面 讓他知道說我要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 請幫我 第一個目的是什麼 撰寫Excel的公式 那這個 這個公式的敘述 你就把它打在後面 那當然啦 其實Charge VT 使用的方法還有蠻多那些密技啦 什麼PRONT 不過暫時我們先不要管 因為那些我覺得沒有 好像不影響 因為有些好像 PRONT裡面還要跟他講說 你要跟他講你的角色 你跟他講說 我是一個資深的Excel工程 其實不用啦 本來Charge VT就很厲害了 OK 那這樣的敘述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 幫我辨出 我要的這個公式 公式還記得吧 公式我們是寫這樣子 Lapt 裡面加一個Find OK 那我現在完全沒跟他講 只是用白話的意思 敘述完之後 我按Enter看看結果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 Charge VT 他就開始幫我寫了 那你會發現 他就 給你一個開頭 他說你可以使用Excel的Labs 然後Search 不過很妙 我們好像是用Find 可是他 卻用Search 不過跟各位講 Search跟Find在這裡 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是說Find 它沒有區分大小 英文的大小寫 可是這裡沒有英文 我們只有瓜糊跟 那個什麼 中文嘛 所以不影響 用Search用Find都可以 然後 他說什麼 總是在開頭 所以他得到的 開頭的話 是Labs 然後B2 用Search Search什麼 Search 他這邊好像有點錯 他這邊是Search什麼 空白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看看這邊有個Copy Mall 我把它Copy過來看看 他會不會成功 不過 有的時候 TrackPay他不會一次就成功了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看看 得到的結果怎麼樣 向下填滿 他誤解我的意思 我要的應該就是 不是空白 他以為我要空白前面這些 所以他得到的好像錯誤了 那沒關係 你看這跟他講說 我要的是前刮壺 之前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說 當然 他是可以連續的 好 你跟他講說 這個之前 OK 反正你跟他敘述一下 這個時候看一下對不對 他改成用Mid OK 我們Copy一下 然後把這個地方 再貼一下 看答案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Copy之後貼過來 不過他用Mid 其實到底是一樣 跟Lad一樣 結果對不對 結果對了 OK 所以有的時候 他會一次答對 但是不會一次馬上答對 可能有兩次三次的經驗 但我剛好一次他就對了 這一次反而他用Search 你說老師那用Search 用Find 可不可以 其實都可以啦 兩可 OK 所以有的時候不是說 只能夠有一種答案 那你們試試看 隨便你們問的問題 的答案 也有可能跟我不一樣 其他的話 當然 年級 可不可以 同樣的方法 一樣可以 所以請各位練習一下 再 把那個什麼 A班的部分 再複製一個 一樣的 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清空 然後試著利用那個AI 幫你產生 公式 然後把它輸入到這邊 當然除了用那個什麼 用 GPT之外 其實呢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那個什麼 Gemini 你要搜尋一下Google的 Gemini 然後呢 Gemini進來之後 其實你登入Google帳號之後 一樣 你就可以把問題 可以把它輸入到這邊 所以我們兩邊比較看看 那我自己試了一下 兩邊其實是 有點是視君力敵吧 而且其實你說哪個牆 好像越來越接近 OK 那當然Google也不是省個燈 然後看到OpenAI這麼厲害 那當然也要分一杯根 不然的話這個AI 賺不到的話 那當然太可惜了 那你一樣把這個問題 放到這邊來看一下 他得到結果對不對 他一樣在思考 你會發現 哇很厲害 所以這一回 感覺好像呢 不過他這邊有沒有複製 也有複製 不過Tripe在上面 Copy mode 這邊的複製在這裡 他有個複製代碼 複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公式呢 我完全不經思索 直接把它貼上 看會成功 打勾看看 向下填滿 這一回合 這一回合 感覺好像 那個 Gemini 好像 比較聰明一點點 所以第一回合 Google勝出 11 OK 所以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所以也許可以問 到底哪個AI生成的 是比較正確的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try一下 這個是 Gemini的部分 OK 但是我剛剛試一下 我發現 他第一次好像 沒有辦法得到正確的 他好像 第二次我再跟他講說 請你在做什麼修正 他才會正確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就好看喔